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 我覺得應該不是所謂的女生 有沒有上了年紀的問題 那就是很多的朋友 可能因為愛笑 還是怎樣的 然後就會有所謂的魚尾蚊出現 對 我現在也不敢笑 就是這時候我才會知道 就是為什麼以前小燕姐 還是什麼我們看節目 她都會這樣子 不能笑... 現在真的四十歲以後 就漸漸知道這個各種的道理 那當然今天我們除了要幫你 來問問看魚尾蚊的問題之外 還要另外一個蚊 那個蚊都會長在身上的一種蚊 它叫做肥胖蚊 很恐怖喔 那我們就趕快來看看喔 今天的來賓有 長期對抗抬頭蚊及肥胖蚊的林立菲 要告訴你如何以醫美除蚊的皮膚科醫師 高家茂 即將傳授按摩手法的美容師楊麗珍 所謂的 像剛剛GINA到立菲 她比較沒有所謂的魚尾蚊 但是妳會在意的是其他地方的蚊 我其實以前會有那個抬頭蚊 我抬頭蚊 現在其實也有一點點 有得要退了 對啦 要退了 大概半年要開始打喔 對... 沒有 我有就是抬頭蚊跟那個皺眉 可是因為你知道拍戲會有很多表情 所以我之前還沒有去打肉毒的時候 導演都說很醜 就是年紀輕輕抬頭蚊跟皺眉太醜了 所以後來我就去找了醫生 就是也沒有打很多 因為演員不能打太多 因為我還是要表情 所以他就幫我定了兩針 跟定了兩針在這邊 所以現在比較 你看 沒有這麼明顯 還是可以有表情 但是沒有這麼明顯 因為之前不是說嗎 好萊塢的明星 梅格萊恩 然後還有那個神奇可基 好緊繃 對 就是緊繃到導演都會覺得說 他這樣子的稀稀不OK 他們外國人都叫他就是 包膠臉 就是很假 是 對 所以千萬也不要到那個地步 對不對 那可是 為什麼我們會有魚尾紋呢 可能真的就是因為我們唱 這樣...等等嗎 我們想要請問一下高醫師 是 那魚尾紋其實 我們看到我們這個眼周附近 有一個眼輪雜跡 那其實顯而易見的就是 這個肌肉在下面在收縮的時候 它就會牽扯到我們上面的皮膚 那年輕的時候皮膚質地很好嘛 那它皮膚比較厚 所以你怎麼牽扯它彈性很好 所以它很快就可以恢復 可是慢慢隨著年紀 或者是有些人 他可能是因為日曬 抽菸 或是他有一些潛在的疾病 讓這個皮膚它比較薄 變薄以後 它就會開始會有一些細紋的產生 所以 會浴曬啦 抽菸啦等等 會讓皮膚變薄 對 這個是已經有非常 充足的醫學證據證實 對 而且我要講一個 就是大家以為抽菸 只是可能會讓皮膚比較乾 然後命活得比較短嘛 因為一根菸等於少乎五分鐘 其實那時候我看了一個報告說 除了皮膚喔 胸部也會變鬆弛 就是你去摸一般的 沒有抽菸女生的胸部 跟有抽菸女生 你就會發現有抽菸女生的胸部 是比較鬆的 沒有彈性 你可以摸啊 沒關係 我真的可以摸 摸看嗎 你可以摸啊 你的是 這個算是 對 所以是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對 對 它會換我 可是一定都是摸到罩杯而已 對啊 你怎麼這樣 你怎麼一直在這邊 不會這樣 這是沒有道理的對不對 是喔 因為其實抽菸會影響到 我們所有身體 每個器官組織 所以當然臉上會這樣子 顯而易見的 我們在胸部這個地方的 深層的組織 也是一樣的道理 那真的就是如果說 很在意自己臉上紋路的 而卻有 比如說抽菸習慣的朋友 可能要從這一方面 要先來克制一下 可能先少抽兩根這樣 可是我突然想到 比如說像剛剛 因為我們說 可能生活習慣 也會造成紋路的增加 剛剛麗菲他曾經說他側睡 對 側睡 側睡容易造成紋路嗎 側睡的話的確是有可能 如果說常常習慣同一邊的話 因為常常有一些客人 他年紀比較大的客人 他可能常側同一邊睡的話 他比較容易會有一些壓痕 那因為皮膚 它會有一些重力 有一些慣性 那等到它彈性 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這個壓痕就會出現 不好意思 繼續 就好像我們的魚尾紋 皺久了就會變靜態紋 那等於你給它一個壓力 那魚尾紋的壓力來自於肌肉 那有時候撤睡 它其實來自於我們的重力 那這是有可能的 但是它可能會 就是因為你習慣哪一邊 就會有同一邊比較 某一邊比較嚴重的情形這樣 那鮑文明大哥 他是保養得很好 他臉上幾乎很少有紋路 他是老腰筋形 對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說他不爬睡 他也不測睡 它是正睡 他是不管嗎 我為了沒有紋路 我頭再怎麼扁 那我所謂啊 也是... 天生立直啦 對 那時候很好奇喔 就是眼霜 市面上不是說擦眼霜很有效 可是我看過一個報導 他說其實眼霜 是騙我們消費者的 就是讓妳多花一點錢 對 他說其實 沒有什麼幫助 楊老師是這樣嗎 楊老師 對啊 我覺得眼霜跟選包 女人選包品一樣的意思 一樣很重要 那眼霜也是一樣 眼霜它有一定 它的成效性效果 跟妳的內衣是一樣 只是妳挑選的東西 對很錯 要找到有沒有合適到自己 對不對 是的 因為有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我買一個很貴的眼霜 結果擦完之後 魚尾紋也許有一些效用 可是反而長了好多的小指指 對 那個叫什麼肉芽 因為太滋潤了 所以就會長肉芽 是 所以一定要挑 對的成分才可以 那可是我們也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我們剛剛說 不能笑 不能笑 所以笑真的會影響到我們的紋路嗎 因為我愛笑 我愛有表情 所以我的魚尾紋就是比人家厲害 剛剛有提到像那些好萊塢的明星 他們常常因為工作需要 一天到晚在做一些很誇張的表情 或是一些舞台劇的演員 其實你可以看到他臉上的痕跡 是比較 比一般人來得多 而且深 所以其實這是 的確是有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我們都會教育我們的客人 就是說 不要去過度使用你臉部的肌肉 過度誇張 除非你是真的工作需要 不然的話 因為你想這個下面的肌肉 如果真的一直去拉扯這個皮膚 而且非常用力的去拉扯 它當然產生這個紋路的機率就高了 可是這樣很奇怪 因為我們可能從小到大 已經習慣了 就好像我們在這樣子講話的時候 可能從剛剛醫師的眼光裡面 看出來我們是屬於 比較誇張的表情對不對 可是對我們來說是很自然的 不會啊 就好像笑的時候一定就是 哈哈哈哈 哈哈的這種笑 是啊 發生那一號 我沒有辦法 對啊 是 那所以這個時候 就可以借助一點醫療的幫忙 像立菲也有借助一點點 這個肉毒 感覺的注射 這等一下我們也稍微提到 那其實只要一點點 讓我們的肌肉 不要過度的收縮 這樣就可以達到一個很不錯的效果 既可以有很豐富的表情 但是又可以維持 我們這個上面皮膚的品質 可是就是一定不能過量 我跟你講打過量 就整個眼神都會變 是 對 就不小心的 不小心的這樣你就會發現 這也為什麼眼睛變這樣的 對 就很奇怪 要不然就是拍照的時候啊 你就會說攝影師會說 OK 笑開心一點 笑開心 藍姐笑開心一點 因為就是臉在笑 可是眼睛是這樣 對 那就是很恐怖 所以可是沒有辦法 因為大家都會想說 就要給他那個什麼消除紋路嘛 對不對 所以一定會想說 指出各種招數啦 那比如說像剛剛我們講的 這個所謂的眼霜 對 或者是如果說楊老師 我沒有眼霜 可是我把我平常 比如說 我白天晚上又一樣的啦 就是我把它再多勾一層 在眼睛周圍 它其實有眼霜的道理嗎 其實意思是跟剛剛講的意思是一樣的 對 因為這不是你適用的產品 它不是專用在這個地方的 因為像我們眼睛做的 皮膚層的時候 剛剛一時候講到 皮膚層的時候 它其實它皮膚層比較薄 它只有臉的 四分之一的厚度 那加上說眼睛它本身的時候 天聖就是缺水 缺水又缺油 然後再來又缺彈性 缺的膠原 這些東西它比 就是也就是說相對的時候 皮膚層也有薄 所以它增分發水分的速度也很寬 但是如果說你用了一般的 一個乳霜的時候 乳霜類的東西 還是精華液的東西 來擦在你的眼睛上面的時候 讓它效果性 完全是完全沒辦法顯現出來的 為什麼 因為它的分子 還是比眼霜的分子 還是要大的 所以它進行的 在製作過程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還是不太建議 那如果說我們想要挑眼霜 有沒有說從哪一個部分去挑 這裡面有什麼成分 也許可以適合比較多的人 那我們就會建議 其實一般的時候在 我相信應該大家都有聽過 就是聖太系列這類的產品 像三聖太 四聖太 五聖太 這系列的東西 像三聖太的時候 它就可以針對 剛剛高一時有提到 動態五就是 男姐很愛笑大笑的 就是看起來很可愛的 非常活潑的 就是很有精神的 像三聖太的時候 它就可以針對 像動態五這個系列的來使用 那六聖太就像 類露毒感去 你是擦的類露毒 它在市面上的時候 算是都是一個很普遍性的東西 那有的人會有黑眼圈的 就是你可以搭配一些 像抗氧化劑的一些成分的 比如說像奇紅樹 葡萄枝油 或者是說它有一些成分的時候 是針對皮膚系統的時候 你可以再搭配一些 紫壓性的一個手法 可是如果說 我們自己在家裡面 比如說做按壓等等的話 像是麗菲妳曾經說什麼 用筋絡的拍打方法 會消除紋路嗎 有耶 因為我上次在一個 就是網路看到有個阿嬤 她大概有六十幾歲喔 但是她的脖子的紋路非常的少 而且她臉也很少 她是說她每天就化妝水 就是洗完臉擦化妝水 她就一直拍打 就拍打 她說她就是三十四十幾年 都是這樣拍打 對 然後就沒有什麼紋路 是這樣嗎 妳想問誰 都可以啊 兩個都是專家 我先回答好了 拍打應該是可以促進 局部的血液循環 就醫學的角度來看 對 那只要任何事情 能夠促進血液循環的話 妳的皮膚就維持在 比較健康的狀態 當然它基本上一定是 底子也不錯 就今天有好的底子 加上後天有保養 所以拍打還是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不建議是過度 過度 拍到余鏡 余鏡或是打中臉 這樣可能就會有海 那比如說像楊老師 在妳們的手法技巧上面 妳們是用按壓得多 還是妳們也會 不會 其實拍打的時候 就像剛剛高醫師有講到 其實任何的東西 只要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都是一個不錯的手法 那剛剛我們有講到 眼睛它周圍的地方的時候 本來皮膚層就比較薄 像那微細血管也比較小 所以在代謝系統上面 比較弱一點點 所以其實在妳擦完的時候 就算妳這樣定點拍的時候 它對於眼睛周圍 都是一個有一定的成效性 那一般的時候 我們會教育客人的時候 可能在使用上產品的時候 盡量是用點壓的方式 因為妳不管妳怎麼推 就是妳的推的 就是妳的力道 就算我們告訴妳 都有力氣 對 妳輕輕的 每個人的輕輕的力道 是定義不太一樣的 我們就覺得這樣輕 她覺得說 她的輕是很大的 就像妳吃飯 我說吃小碗一點 一芬說要減肥 結果吃一碗半碗飯 結果她用的是碗工來吃 有可能 所以我們通常會建議 客人之後是用點壓式的方式 點壓式的方式 然後定點的時候滿一點點 就是間隔不要太長 這樣像果心 讓它吸收進去 那這樣的話就是 我們會用的就是說 不好意思 我再問清楚一點 是 我們如果說 用眼霜的這種東西 我們是點了上去之後 就點上去而已喔 沒有 不需要再推啊 要 點上去是有分 從內到外 是從外到內嗎 從裡面 從內到外 不需要這樣輕輕點 你先點上去的話 你先點一二三 三點 先定點點上去的以後 讓它局部的點 就是點 繼續點 對 就是點面濕的去把它 暈開來 不要用推的 因為你用推的 你就是可能 就是有力氣的 就是我們這樣 力道稍微重一點點 它就會 就有拉扯的 所以比較不太建議 那就是在點的時候 是不是連搖往上看 就是這樣會比較好 這個太複雜了 真的 真的 平常抹保養品 都想說越簡單越好了 然後還有很多的姿勢的話 那建議居家裡面的 就是你也可以自己DIY 也可以DIY 因為眼睛周圍的 血管跟淋巴框 都是比較小的 那通常的時候 我們就會點上去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用了一個 老師還有準備武器 我覺得人還是要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紋路 如果你沒有一點點紋路 看起來太不自然了 其實真的是 我說因為像真的有些客人 從頭到腳 能夠做都做 他們就是已經變成說 他們其實追求的不是 你看我假不假 他是要看 完美 而且結果他追求的是 一看就你有做 對 他希望別人發現 什麼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 他希望 他在鏡頭上面 鏡頭下他是完美的 所以其實我們知道說 有的時候 在鏡頭下很好看 現實生活上 看起來像怪物一樣 你的產品 剛剛講的眼霜系列產品 就是擦在你的眼睛周圍的地方 你可以用這個 開始就是我們的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一個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一個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這邊的 這邊有一個那個 那個通子穴的地方 然後在上面一點點的地方 就是我們那個 再來往上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那個 這邊就是那個 它就是可以消除疲勞 要多大力呢 只要有點到就可以了 那通常穴掉點 它是要有一定的力道 你應該會點到酸酸痛痛的 可以借我看一下 可以 家店嗎 沒有啊 就想說 那你其實你在 它真的有一定的材質嗎 我可能 一定要比如說 其實它是這個 就塑膠的 不是 它是專門在用 特別材質 對 所以用吸的這種 源頭的地方 是 對 然後那比如說像這個 它是專門用來那種 那種臉部的 其實你也可以 不可以用這樣子的 這樣面積太大的 其實如果說你泡一點 熱水的時候其實 那也可以就是 因為另外一頭 它可以順便敷一下眼 這樣子喔 對 因為你把它 弄冷水了以後 它就一點冰冰涼涼的 那用熱水也OK 是 它溫度也不會很高 妳知道像有時候 早上起床啊 眼睛太拋腫喔 我通常隔天晚上 都會放兩個湯匙 進去冰箱 冰庫 然後早上起來就放在這邊 哪一種 那種實的還是鐵的 鐵的湯匙 對 我就放進冰庫 然後早上起來眼睛太腫 你就會拿出來 就在那邊敷一下 全蛋超人 對 就鋪一下 它就會消走 是喔 所以這個 其實一般我們在路上 有看得到 類似像賣刮沙版的地方 對 可是它會有分材 稍微檢查一下 像因為有的材質 它是上面會有一盒 比較粗糙 它可能會刮傷到你的 你新嫩的眼睛 你買玉的啦 對 玉的 那可是我們講到說 像剛剛我們講保養品 或是什麼的嘛 對不對 是 其實我們在買保養品的時候 你有沒有聽過 就是有些人不敢打針 對 所以後來有一種保養品 叫做有 裡面有所謂的肉毒感菌 有啊 有嗎 有 對不對 那比如說像這樣子的 有肉毒感菌成分的 我們想請問高醫師好了 因為如果都差的話 那就是再也沒有人 要打肉毒感菌吧 就不用打吧 對 那這個分兩個層次 一個是叫做 顧名思義就是它很 跟肉毒感菌素的作用相似 那另外一個是 真的是差的肉毒感菌素 那我們先講第一個 第一個剛剛楊老師有提到 它其實就是一些寡生態類 就是三四五六 其實比較常見的是 可能三四到六 那它其實是一個 會去抑制我們的肌肉 來釋放這些神經傳導物質 所以它會幫助我們去 讓我們不要去過度 使用我們的肌肉 所以它有模擬 這個肉毒感菌素的作用 但是因為它跟你 擦在表皮上的這個 製劑啊 濃度啊 還有你使用的頻率 都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它效用怎麼樣的話 很多人都宣稱說 他們有加這個成分 甚至前一陣子也有被開發說 其實根本就沒有 裡面沒有含這個肉毒感菌 就連像的成分都沒類似到 對 對 對 所以它居然宣稱有這樣的療傷 當然就會被開發 那這個是有的 那而且很常用在眼霜周圍的產品 因為這邊這個眼輪雜劑 運動非常頻繁 所以可以預防或者是治療這些 已經形成的皺紋 那第二個是真的 真正的 那其實就是跟我們打的是一樣的 一樣的 同樣的東西 一樣的東西 只不過說這個 美國它現在還在臨床試驗 已經快要上市了 但是它也不是讓你 就是可以這樣子到身中 買回家自己使用 它還是屬於藥品 還要拿處方簽喔 對 還是必須要在醫生的監控下使用 只是說很多人怕打針 那而且或者是有些人打針 可能會有一些腫脹或不舒服的 或卸足腫的朋友 他根本沒有辦法打 對 不適合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OK 那當然啦 就是大家盡量再等待一下 因為也不希望就是說 還沒有合格的東西 然後你就立刻自己拿 當成白老鼠來試 也是不太好嘛 對不對 那當然啦 那如果說 那假設好了 那我就勇氣大一點點 我既然那個 用X的或幹嘛的沒效 我選擇 因為現在都會說什麼醫美 有這個拉皮啦 那個電波啦什麼的 然後就讓你整張臉 變成一個沒有皺紋的臉 有這麼厲害嗎 現在我們治療的方向 都會取向一個 叫做 就是說每一個治療 都有它的優點跟缺點 那我們都是取其優點 避開它的缺點 比如說像肉的桿菌素 就是基本盤 我們會先放鬆一點肌肉 但是已經形成的這些細紋 我們可能會就用 比如說眼周的電波拉皮 或者是我們可能 補一點點的填充物 比如說像這個玻尿酸 小分子的玻尿酸 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通常會用這種 合併式的治療 來達到一個又自然 然後又符合生理 它可以回復到一個 比較年輕的狀況 然後又不會覺得很僵 或是過量 對 像法令紋 都是要用玻尿酸來填補 我覺得人還是要 有一點點紋路 如果你沒有一點點紋路 都看起來太不自然了 其實真的是這樣子沒有錯 對 我覺得一個好的醫生 他不會建議說 打到完全是不平的 一條細紋都沒有 對 他要就是自然 真的 其實曾經有個人 我會在檢查 檢查所有的人有沒有 就是臉上的紋路 很自然啊 因為我差不多要去打了 打完就不自然了 打完還是要很自然 對於說像醫生 你要說的是什麼 我說因為像真的有些客人 從頭到腳 能夠做的都做 他們就是已經變成說 他們其實追求的 不是你看我假不假 他是要看完美 他要看的第一個是完美 心態上的完美 對 我一定要做過這些事情 而且第二他追求的是 一看就沒有做 對 他希望別人發現 真的假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 就是不要被人家發現 他在鏡頭上面 鏡頭下他是完美的 所以其實我們知道說 有的時候在鏡頭下很好看 現實生活上看起來 像怪物一樣 不過真的啦 就是 那個要拿捏得很好 對 對 要不然一個不小心有沒有 就是 就是 OK啊 可能魚尾紋真的 你打成就是 你可能 變鳳眼 對 那個眼睛都變形狀 那就不太妙了 所以要小心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種紋路 也就是今天我們講的 就是身上的紋路 肥胖紋啊 對 好多女生就是 像立飛也有朋友嘛 瘦瘦的朋友 有 可是有肥胖紋 我也有肥胖紋 我覺得我的困難是 肥胖紋加橘皮 可是問題是 平常是看不到 別人是看不到 看到會只有自己 以及最親密的人 對 可是問題是夏天來了的話 有沒有 可能好多女生會穿那個短褲 短褲 後面你裙出門 然後呢你就會發現 橘皮 橘皮組織可能 就是大腿這邊 你就會看得到 就後面啊 對 或者是有些人的肥胖紋 可能好像這邊開始 也會有肥胖紋還是什麼的出現 我還好耶 我很幸運 我的肥胖紋都在屁股 除非我穿內褲出門 我還是看不出來 就是可能橘皮 因為穿短褲 就是在大腿 後邊這邊 要不然就是肚子這一圈吧 可能是最容易有 所謂的肥胖紋出現 腰也會有 有 有 甚至有些人比較嚴重 手臂這邊都會有 那就完啦 你怎麼會這樣講 現在看電視很多人 很多人可以 他都在檢查 對 OK 那我們就來看看 肥胖紋 因為我們太胖 所以有肥胖紋嗎 好像又不是 對啊 是跟飲食有關係嗎 對啊 真的很奇怪 吃太甜嗎 還是怎麼樣 還是因為又來了 因為抽菸嗎 對 還是因為 好 很多人對肥胖紋 是有懷疑的 有疑問的 那我們就麻煩高醫師 好 肥胖紋 它其實形成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肥胖 就是我們的體積 在短時間內急速的增加 對 那上面的皮膚它的延展性 跟不上你下面這個體積的增加 那所以它就會被拉扯 就斷裂 就這麼簡單 就這樣 可是這個呢 那為什麼 因為像這個其實有點像是 我們有時候 比如說手術後 或是車禍後的疤痕的感覺 其實因為它皮膚 拉斷了之後 它其實是受傷的 所以它就會產生一個發炎的反應 發炎反應它就會有血管的增生 所以它說這邊會有血液的流通 所以血管擴張之後 就看起來會是比較紅的 所以上有血液流通 這表示還是比較好的狀況嗎 這個是初期 就是剛發生的時候 是這個樣子 那慢慢的我們知道我們的疤痕 久了以後它就會穩定 變成比較銀白色 或是有些人會呈現一個 有色素的成績 可能就是咖啡色 但我們發洩的時候 都已經是旁邊的 意識到的時候都是這個時候 對 很少看到這樣 這個的話通常是 另外其實我們想 任何讓體積增加的狀況 都會有這樣子的紋路產生 比如說像懷孕的時候 有潤塵紋 其實它是一樣的道理 只是說體積變大的原因不一樣 再來還有一個就是所謂的生長紋 生長紋其實陶蘭跟立菲都有講到 在膝蓋後面或是這樣大 對 想說胖不可能胖到膝蓋後面吧 因為我們生長的時候 長骨長的這個幅度是最快的 通常都是這邊也會有 跟大人的時候 跟大人的時候長最多 其實是我們的手腳 我們軀幹反而沒有長大 哪裡 你跟我說 這裡 一點點 沒有 這是半的 要一點點而已 是因為我最近又長大了嗎 對 所以其實這樣也會產生 類似像肥胖紋這樣 所謂的生長紋的問題 所以青少年還滿容易 發生這個問題嗎 還滿容易的 特別是突然比如說 一個暑假長很多 長個十公分的人 那這種人肯定都一定會有生長紋 不然就是 可能十幾歲的時候很胖 然後後來他過了就是發育期 他又變瘦了 在這段時間也會有肥胖紋 就被拉扯啊 又生長然後再加上肥胖 對啊 那雙重的因素 它就會更嚴重 那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那請問高醫師 那你剛剛的話中提到 就是 潤成紋也是類似的道理 在短數的時間之內 它變 體積變大 對 所以肥胖紋基本上 跟潤成紋 我們可以把它想成是同一國的 同一類的東西 長得也差不多 只是說潤成紋 因為我們肚子大的比例 非常的 就是ㄍㄧㄞ的大 異常的大 所以它的嚴重度 有時候來得比肥胖紋 來得明顯 但是對啦 確實因為有的時候 也許我有肥胖紋 但不見得會有橘皮組織嘛 對不對 兩件獨立的事件 但是至少我們能夠知道的就是 林立菲 它有肥胖紋 以及橘皮組織 可是我 很少 OK 太好了 潤成雙式除蚊聖品 就連肥胖紋生長紋也有效 所以我就算沒有懷孕 我也可以擦韌成雙 沒有錯 真的假的 沒有錯 是喔 你想想看連孕婦都可以用的人 正常當然可以用 那登朵朵的人 可不可以擦韌成雙 其實可以 對 其實並沒有任何的壞事 真的喔 不是說你要擦得很勤勞 所以我今年知道 我大概十二歲 還是幾歲開始 要登朵朵的時候 我在十歲的時候 我就給我小孩子擦 有用嗎 可以 對 因為懷孕的時候 潤成雙那個可能 也許無法避免 對 但是我生長 我長大了 我也沒有辦法避免肥胖紋 怎麼辦 那這個 所以怎麼樣來避免 我們的肥胖紋產生呢 那當然 我們最顯而易見的就是 我們不要在短時間內 胖太多 你的體積不要增加太多 所以就是第一個 不好意思 那多少誰賺太多 對...多少才叫多 對啊 我可能一個禮拜胖個三公斤 這樣OK嗎 假設說我一百五十五公分 然後我體重可能四十六公斤的人 所以到底要胖多少 我在一個禮拜之內 我可能急速 我... 毛起來吃我送了三公斤 這樣算不算 減重跟增重的原則都是一樣 就是 一個月 通常都以一個月 不會戳到一個禮拜 因為一個禮拜 時間上還太短 不太穩定 對 大概一個月 一個月五公斤 一個月五公斤 那其實我們 這樣想起來 其實懷孕的後期 有的時候一個月就會胖到 五公斤 到最後一個月其實會胖很多 那時候就會產生 沒有 其實我現在要講 其實很多孕婦 你們不要以為 就在懷孕的時候 可以多吃 其實醫生說 你一天攝取 只能再攝取 兩百到三百卡 最多 就等於片面包而已 就不要毛起來吃 沒錯 就不會有這種 就不會有這種 我們會在四十一級 我怎麼順便幫我捐重 那也不行 好 還要生氣 很健重 OK 不好意思 第二點是 當然要避免不適當的 劇烈的減重 剛剛說增加也會 那減 為什麼減下來會 因為你把氣球撐開來的 對 它會變鬆 突然變下來之後 它也來不及回來 所以這個紋路會 因為它縮下來之後 體積縮下來之後 會變得更明顯 所以不要突然的增重 也不要突然的減少 是 了解 那當然因為皮膚它是一個 需要膠原纖維來 幫助它增加它的強度的 一個器官嘛 所以我們要補充這個蛋白質 就是膠原纖維最大的來源 所以充足的蛋白質是很重要的 可是有沒有一種 就是如何讓我們知道 我今天我的蛋白質夠不夠啊 簡單來講就是平均來講 我們一公斤大概一天 需要攝取一克的蛋白質 體重一公斤 是 如果 四十六公斤的人 所以我一天 我最少需要四十六公克的蛋白質 沒有錯 從各個方面攝取都OK 對 那要怎麼知道呢 因為 我如果去計算的話 對啊 我也不會拿個 趁重的 最方便的是吃那個 有營養標示的 如果說真的要 你可能要很精準的話 蛋白質它的量 其實是 如果是以 以蛋來講的話 其實又 因為不可能你每天量化 吃那麼多蛋嘛 對啊 所以其實這樣沒有什麼 所以大概 很少人會去真的很精準 除非說你是 有特殊的需求的人 那樣子 很難 但至少要讓它充足 不要到它不夠 對 好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我們剛剛講要維持 重要的 皮膚的健康嘛 很重要 這樣你的質地好 才不容易被拉斷 很重要 皮膚的健康就是去保養它嗎 保養它 比如說給它 維持它的滋潤 不要太乾燥 然後它如果有一些發炎 或是潛在的一些疾病 你一定要去解決它 不要讓它成為一個慢性的狀況 然後當然適度的運動 其實是讓這個皮膚 維持一個比較好的伸展性 如果你都沒有運動的話 它其實是一個比較 僵化 比較 彈性比較差的狀態 所以如果你有伸展 比如說瑜伽 或者是一些 有氧 對 有氧的運動 游泳等等 當然可以讓我們的皮膚的 延展性更好 這樣也比較不會容易 可以產生這個肥胖紋 但是這些是 就是預防 避免 但有了呢 怎麼辦 你就是在問自己的問題 對 好 我今天來的目的就是這個 沒有別的 因為有了的話 感覺好像就再也消不掉了吧 對 那時候有的人在擦 潤成霜 擦潤成霜可以嗎 就是 潤成霜就是在維持皮膚的健康 是 你看這一點 所以我就算沒有懷孕 我也可以擦潤成霜 沒有錯 真的假的 沒有錯 你想想看 連孕婦都可以用的人 正常人當然可以用 那登大狼的人 可不可以擦潤成霜 因為預防 就是想說那個 因為登大狼的時候 不是會有肥胖紋產生嗎 就跟懷孕一樣 慢慢會變多 對啊 所以我今天知道 我大概十二歲 還是幾歲開始要登大狼的時候 我在十歲的時候 我就給我小孩一直擦 有用嗎 可以 對 其實並沒有任何的患性 真的 只是說你要擦得很勤勞 登大狼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是不是能夠很確實的執行 如果真的可以做到的話 那也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而且女生的話可能還好 萬一是哪一個 那種青春期的國中男生 一看到他同學看到 你在幹嘛 我在擦眼神狀 很怪 所以可能要在家裡擦 對啊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 那治療已經成型的肥胖 對 那我們大概也是分成兩大類 一個就是 像我們剛剛肉毒感菌素 它其實也是這一類 對 注射類 直接把東西 打到我們的皮膚裡面去 你哪邊斷 哪邊溜 我就直接打進去補充 那另外一類是 所謂的機器類 設備類 它就是用一些光熱的效應 然後讓我們皮膚能夠 接受到這個外來的刺激之後 產生一些新生的膠原纖維 那兩者都是 價錢很差 我在看價錢 我知道這個當然 那第一個這樣 最普遍就是直接打那個 膠原蛋白 它可以維持多久 膠原蛋白大概 這比較划算 美麗菲愛美花錢不手軟 餵出橘皮犧牲名牌包 了解麗菲 她花了很多錢 在這一塊上面 對啊 因為我就是 會有那個橘皮跟那個 肥胖 我們沒有生小孩 肥胖文 肥胖文 所以就會買很多瘦身霜 都已經花了好幾萬了 然後相對之下 我有去花錢 就是去給人家推薯 因為這樣兩年 這樣花下來的錢 我可以買 大概三四個Chanel包包 最普遍就是 直接打這個膠原蛋白 它可以維持多久 膠原蛋白大概半年到一年一 這比較划算 可是不好意思高醫生 那可是這個是我們剛剛看到 就已經成為白色線條的狀況之下 如果當你是在紅色的時候 紅是代表它還有一點發炎 那個時候其實也可以做治療 只不過那個時候 你還要先處理紅色的問題 因為如果紅的問題 不處理的話其實 有的時候你會變成色素 就是會變成咖啡色 那這樣就更明顯了 所以那大部分當然是會變成 最後會變成銀白色 白色線條 那如果是在紅色的部分 是可以處理 但是你也要同時是處理 它這個紅色血管的部分 要更小心 對 那酥原脆它其實是也是 注射到我們的皮膚裡面以後 會去刺激你產生 你自體的膠原蛋白 所以跟這個直接補充 是不一樣的 對啊 它會自己生長 對 那這個是補充的話 它大概來源 現在目前都是用豬肢 因為豬肢跟我們人體 是最像的 所以它比較不會有一些 過敏的影響 等一下立飛你的那個臉是 所以我變豬喔 不會啦 就是只有一部分變豬而已 不是 不能這樣看 可是它其實一CC是1.3萬 一萬三千塊 所以差不多的價錢 所以不是你要大一CC 通常是 可能看你的範圍 對 這個量可能會比較大 那雖然說它大概 它大概一瓶 一瓶的量就是8CC 大概就算 不過你可能一個肚子 可能你一次就要用到兩三瓶 好貴喔 對 那它的效果會 因為它是刺激你 產生你自己的 所以它會可以維持多久 對 那肚子 沒有人做臨床的時間 如果是在臉上的話 大概目前兩年後 二十五個月 你還會有八成的效果 那下面的話 大概就是淺層跟深層 光的 比較淺層的 像毛孔 痘疤等等 這個是比較 表面上看得到的 比較淺層 那我們就用肥縮雷射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如果比較深層 它如果斷得真的很深 看起來甚至是 有時候要扒開它才會拉平 它才會看到底的這種 這種可能就要打到電波拉平 那通常 飛縮要做幾次 才會看到成效呢 飛縮的話 就好像至少都要做到四五次 我都一直在算耶 因為我內心有個計算機 因為這位小姐呢 林小姐 立飛 她花了很多錢 在這一塊上面 對啊 因為我就是會有那個橘皮 跟那個肥胖 我沒有生小孩 飛胖文 所以就會買很多瘦身霜 然後什麼各大的牌子都去買 都已經花了好幾萬了 然後相對之下 我有去花錢 就是去給人家推脂 推脂很痛吧 對 我那個療程滿痛的 而且很貴 因為這樣兩年 這樣花下來的錢 我可以買大概三四個Chanel包包 所以我其實可以把那些鞋 拿去打就好了對不對 你為什麼不找一點出現耶 我一直都在 或者是 或者是 你找人推脂可能也錯 楊老師一直在那邊笑 對 推脂有用嗎 其實如果已經形成 你到底有很多機器啊 其實剛剛高醫師講的是對的 其實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台儀器 我講的就是實話 推脂它只是一個 針對曲線雕塑的一個方式來做 但雕塑是有用的 雕塑曲線是有用的 可是針對所謂的肥胖文 卻不見得 就是這個就好像你衣服破掉了 你在把它縫完是一樣的痕跡啊 這比喻相當的好 OK 但是美容師不會這樣告訴你啊 他可能希望說你要的是那個生產 曲線嘛 對 曲線出來的 但是如果說你是輕微的 剛剛高醫師有講到 是一個階段性的 初期那種紅色的 對 暗紅色的 這才輕微的 那可能輕微 你還有一點點藥可以救 可是它有一點點效果性 但是當然完全不見識不太可 但是可以減少 那也可以讓寬度不要變那麼寬 可以減少 所以找你們是可以減少 那個症狀 這剛剛高醫師的 在初級的階段裡面 對 變成白色的 就可能也沒有效了 因為往往發現的時候 都已經變白色 對 那個就已經斷掉了 對 組織已經產生破壞性了 不找它就是要捧 這麼沒有辦法 多現金 沒有沒有沒有 那是你找錯的人 沒有沒有沒有 也許找楊老師就這麼多就好 這樣就好 一張卡就好 那請問那楊老師 你們會用什麼樣子的手法 或者是技巧 就是 也是用推的方式嗎 乳霜搭配按摩手法 消除肥胖紋 事半功倍 你可以就是擦上去 你的產品了以後 然後定點的時候 就是這樣舉過去拍 那如果說你很鬆 就往上往下 往上 全部都要往上 是 那如果說你是鬆掉的 你鬆了以後 你千萬不要這樣 讓你的肉一直晃 單方向 你還是 對 你還是要 就是扶著 才不會讓你露 就是一張牙晃會拉扯到 那請問楊老師 你們會用什麼樣子的手法 或者是技巧 就是也是用推的方式嗎 所謂的初期的肥胖紋 如果在初期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用 可以用果酸 來刺激膠原蛋白 一個再生功能的 就是讓你的膠原再重生 那另外一種方式的時候 就剛剛的時候我們有講到就是 認成霜不是只有 懷孕的人可以用 其實確實它是一個 不錯的一個產品 因為 其實我們都在擦乳液的 其實你把它 歸類在乳液系列的東西 來使用 它也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對 通常的時候就是 在搭配儀器上面的時候 就是緊實霜 像有一些是針對牌子的產品 對 百里香啊 有機的那個紫薑的部分 它都可以出現血液循環的 讓它有肉鹼現在都很盛行的 肉鹼 左旋肉鹼 對 它會促進你的脂肪的代謝 肉鹼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哪個肉哪個鹼 肉就是那個肉 那個鹼性的鹼 就是那個肉 鹼性的鹼 肉鹼 它的英文叫 L-carnitine 是 它是一個 減肥減重的時候很好的 所以它已經運用在 所謂一般我們看到的乳霜 或者是身體霜中了 是 甚至口服也會有 是營養的補充品 那怎麼辦呢 一下我有個朋友 他不是懷孕嗎 然後懷孕不是會脹奶 那其實脹奶跟縮奶之後 其實胸部也會飛胖 胸部也會有 那怎麼辦呢 那潤層紋霜可以擦胸部嗎 可以啊 胸部不會變小嗎 不會 因為他剛剛高醫師有講到 戀層霜都已經孕附在用的 它怎麼可能會變硬 我現在聽了我都很想把 立刻回家之後 我抱著 保養品都推到一邊 我只要用紋霜 而且從頭插到腳 應該很有用 你臉還是不適合啊 你不能擦臉 不行啊 臉的話有一些毛孔嘛 那潤層霜它是比較滋潤 通常擦在身體的是比較滋潤的 滋養的部分 那如果你擦臉上的時候 會造成阻塞 會長痘痘 是 那我只拿來擦一次 不行 太大了 選說潤層霜 順便來消除溫露 分子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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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花了很多錢 對 得到很多結果 輕生嘗試 對 原來如此 那假設如果說今天 因為我們可能也沒有太多的經費 去找養老學或者是高醫生 怎麼辦呢 我們自己在家裡面 有沒有用一些比較便宜一點的方式來 按摩的方式 對按摩 我們就是可以搭配到 我們剛剛講的那些成分的一個產品 對 肉鹼 是 但不是只有肉鹼 紫薑的話它真的是很棒 只要可以出進去學一學 都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東西 像還是海陸素鹼 海陸素鹼 所以它也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成分 那它可以針對脂肪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減成了 它是脂肪白硬膏 有看過了 梳子啊 對 其實它這個 按摩 對 梳頭髮 它就是你可以先塗上去的以後 對 或者是說你本身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先擦上去 如果像已經有了 已經有了講真的 其實它沒有辦法完全不見 但是我們剛剛有講到 可以減少 對 你可以就是擦上去你的產品了以後 然後定點的時候 就是這樣舉過去拍 那如果說你很鬆 就往上往下呢 往上 往上 全部都要往上 是 那如果說你是鬆掉的 你鬆了以後 你千萬不要這樣 讓你的肉一直晃 單方向 你還是 對 你還是要 就是扶著 它不會讓你的肉 就是這樣子搖晃 會拉扯到 那可能會更 那要多久呢 多久 看你的使用 如果在初期的話 你可以的話 一天的時候 你大概可以空了15分鐘 出來做一下 那用拍打有用嗎 拍打 剛剛有講過到 就是可以出去選 都是一個不錯的 也可以 是一個避免的方法 是 我有買耶 剛剛不是那個小支的嗎 我有買大支的 然後它上面就是有 有那個點點 是 就拍打 對 我有拍打耶 有用嗎 那叫拍沙 很爛喔 大概拍三天就忘了 就大家都有很多的假心 對啊 但是結果後來都是放在那邊 拍沙比較痛吧 對 拍比較痛 拍比較痛 沒辦法持續 這請借我看一下好嗎 這個的東西 這很舒服 它這個裡面總夠 一百三次 看你衣服好配喔 會不會找不到了 對 所以像這樣子的 它的這一個顆粒狀的東西 反而就是在於我們 所謂的促進血液循環嗎 是 因為你在刷的時候的過程會熱 可是過程一定要插霜 對 對 然後那個它的霜 一定要找紫薑啦 肉鹹啦 長春的那個都不錯 百里香也都是 好難喔 我雞肉鹹就好了啦 肉鹹就好了 雞肉鹹 肉鹹 肉鹹 你餓囉 OK 好 這個在外面買得到嗎 都可以買得到 是 一定要一百幾顆嗎 沒有 它的密集度比較夠 所以你的寬度 要密集一點的 因為你太寬的時候 你就是會有空隙的 所以我們還是會接近一點 密集 對 因為像我們找的這個 它本身是一百三十六根 所以它效應性的時候 是一個不錯 而且它面積比較大 是 我有買過面積這麼小的 就很累啊 因為要划 因為肉很大便 不是 那不是重點 沒有 肉很大便 就是怕都沒爐到它 有沒有 對啊 可是平常如果說我們就 所謂的容易產生肥胖紋的人 或者是 你知道 魚尾紋的人 我們在吃東西的時候 也許我們就 多補充膠原蛋白的食物嗎 類似像豬腳 我不曉得 豬腳是不是有很多的 膠原蛋白會雞腳 我剛剛講是你吃多了 你會變胖啊 是 因為寧可喝那個膠原蛋白粉 對 就是要萃取過後 萃取過 它真的可以吸收嗎 可以吸收 可是一定要加 一定要有維他命C 對 有維他命C 所以他會加倍它的效果 它才可以加倍 因為我們膠原纖維在合成的時候 維生C是一個輔酶 對 它就是會促進它的合成 增加它的效率 所以你要一起使用 所以你要一起使用 就兩個一起吃 對 這個是很正確的觀念 但有一些膠原蛋白裡面有加C 對 我之前要問 有賣這種它已經加好的 有 有 有 所以大家去找那個可以 對 那幾歲有用 幾歲 25歲 就要開始 是喔 對不對 其實都有用啦 只是說 你年紀越大 你要吃得更多 你才會得到一樣的效果 因為你會流失得更快 所以如果你早一點 開始吃的話 不過這個也是一個 一個長期抗戰 這會變成養成習慣 吃膠原蛋白的時候 女生 就是MC來的時候 不要吃 因為她還是會被排掉 所以MC完了再吃 就來的那幾天不要吃 還有這樣喔 對 對 等一下 我好想說 立伯 你以後你不要坐在這邊 為什麼 你應該坐在酸假的位置上 更合適了 這邊你好懂喔 對啊 因為自己有多嘗試就知道了 可是也因為如此 我們才可以 比如說 不僅可以讓我們自己有好氣色 同時 好氣色的同時 我們有一個很漂亮的肌膚 很漂亮的身體 才是最重要的對不對 對 希望喔馬上 這個夏天快要來臨了 所以呢 在還沒有開始 穿短袖短褲什麼之前 趕快先把我們 身體上面的紋路 或者是臉上的紋路 先把它能夠 輔奪平就輔奪平 沒辦法的話 就有一種東西叫 遮瑕膏 遮瑕膏來不及了啦 紋路還是在 而且越來越深啦 真的來不及的話 找楊老師啦 或者是高醫師 可能會比較快一點點 對 OK 今天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